大家好,这里是LinuxCast的专题课程 在这些课程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MyCircle的权限系统 那么MyCircle的权限系统是我们对MyCircle所有的操作管理 那么所必不可少的,必须要经过的一套监管系统 那么MyCircle的权限系统控制监管我们所有用户 包括用户所执行的操作 那么权限系统它控制了两个,通过两个阶段去控制我们用户的行为 第一个阶段是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够进行连接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连接到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上面 必须要使用一个用户去进行连接 那么第一个控制阶段就是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够连接 那么如果说一个用户没有连接权限的话 或者说不允许连接的话 那么这个用户是连连接都连接不了到我们这个数据库上的 那么第二个 那么用户连接到我们这个数据库上以后 肯定还要执行一些操作 执行一些这个行为 那么第二个这个权限控制就是去监控我们这个用户是否具有所执行动作的这个权限 所以说MySQL的权限系统通过这个两个阶段来去对我们整个的用户行为进行一个监控 一个是是否能够连接 第二个是是否具有所具备这个所执行动作的这个权限 比如说创建一个数据 删除一个数据 创建一个数据库 删除一个数据库 等等 OK 那么MySQL的权限系统它是这个本身是可以分为一个层级进行限制的 那么我们可以针对一个整个全局这样一个层级去进行一个权限管理 也可以针对数据库层级 也可以针对一个表 也可以针对一个列 也可以针对一个子程序 所以说这个权限系统它本身的这个灵活性比较高 我们不仅可以针对一个数据库级进行这个权限制 也可以针对表级甚至针对表中的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列 都可以 OK 那么我们再去设置权限的时候 那么也是要去这个规定我们这个权限是设置到全局 还是设置到数据库 还是设置到某个表 等等 OK 那么这里是我们MySQL授权的几个层级 总共有五个 那么MySQL通过Grant命令去授予一个用户指定的权限 通过Revoke命令去撤销这个权限 那么一个典型的授予一个用户权限的命令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这个命令比较简单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是权限基础 并不会讲太多太复杂的这个命令 那么Grant all privileges 那么Grant我们说是授予权限 All privileges 这个我们没有对权限进行细分 其实我们可以去控制一个用户是否能够插入一个数据 插入一条记录 删除一条记录 修改记录 就是说可以控制的很精细 但是我们一般不做这种太精细的操作 不做这种太精细的限制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基础课程讲的就比较简单 直接是这个授予或者删除全部权限 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all privileges 那么Grant all privileges 后面我们要跟这个权限的层级 我们刚才说了权限可以分为好几个层级 我们可以针对一个数据库设置权限 也可以针对全局 也可以针对一个表 那么把这个权限授予谁呢 to后面跟我们的用户名 at主机 那么授予一个用户名 授予一个用户 那么一个权限 后面这个at主机 就是我们这个用户 允许这个用户从哪个员访问 我们一会儿回去讲 那么identified by password 这个密码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的密码 所以说这里其实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需要去考虑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授权的层级 是针对全局 还是针对一个数据库 还是针对一个表 还是针对一个列 还是针对一个子程序 那么授权给你哪个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从哪里连接 以及这个用户的密码 我们都是要写上来的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Grand Opera Villages Arc 新点新就代表全局级的授权 这个第一个星代表的是数据库 第二个星代表的是表 那么我们这里新点星就代表的是所有数据库 OK 那么也就是一个全局级的授权 那么授权给谁呢 Nash小环线苏这个用户 那么这个版本号我们一会儿会去讲 它是什么意思 后面是我们这个 Nash苏这个用户的连接密码 那么我们也可以针对一个特定的数据库进行授权 比如说我们把针对于LinuxCast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所有权限 Opervillages 给Nash苏这个用户 所以说我们在层级这个部分 刚才是星点星 这块就变成了LinuxCast的点星 意思就是针对于LinuxCast的所有的 这个数据库的所有权限 全部赋予了Nash苏这个用户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Grant Opervillages这样的一个命令 去对一个用户进行授权 我们可以通过 Oper后面这一块这个层级的设置 去这个区分 我们到底是这个应用到哪个层级上 全局还是数据库还是表 OK 如果要删除一个权限 我们是使用Revoke命令 Revoke all privileges from 后面跟用户命令 就会删除这个用户下的所有权限 比如说撤销Nash苏用户的全部权限 就是Revoke all privileges from Nash苏 OK 那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用户名 后面还要at一个主机 那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过 Mizuco不仅要去限制一个用户 那么通过用户名密码 去认证一个用户 当用户连接进来 然后要通过用户名密码 去认证一个用户 那么还要去验证这个用户的来源地址 来源的主机是否允许连接 比如说我从192.168.1.1 这个主机向我们的Mizuco服务器 发起了一个连接 我输入了正确的用户名密码 但是除此之外 还要去对你这个192.168.1.1 这个原地址 就是你从哪个主机来的 对这个地址进行一个限制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 我们在使用Grant命令授权的时候 这个用户名 at后面的这个主机 实际上就是这个控制 允许从哪个主机来的访问 那么这个主机 可以使用 以下我们指定的这四种格式 都可以 那么使用的最多的就是 我们不做限制 一般来讲我们都不做限制 因为那么管理员可能会从各个地方 不同的IP地址 都有可能登录到我们这个服务器上面来 如果不做限制的话 这里跟一个百分号就行了 但是注意一定还是要用单引号引起来的 用单引号扣起来的 用户名和这个at这个主机 包括后面密码 都必须要用单引号扣起来 那么所有的主机 我们就可以使用百分号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于不做限制 OK 那么第二个我们还可以用精确的主机名 或者IP地址 比如说写一个linux 3w.linuxclass.net 或者192.168.1.1 那么就可以精确控制 只有这个netsu这个用户 那么使用了正确的密码 并且是从这个指定的主机访问过来的 才可以 才允许你连接 那么在这个主机 主机名当中 我们还可以使用 新号这样的一个通配符 比如说新号 新.linuxclass.net 那么就是 所有以.linuxclass.net 结尾的主机名 都允许访问 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个网段 通过IP 这个网络号 加资料研码 192.168.1.0 255.255.255.0 那么也就是说 192.168.1.0 这个网段内的 都可以连接 那么这三种形式 后三种形式 都是在一些 我们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我们 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进行更精确的 更严格的控制 一般来讲 我们都使用所有主机 因为我们 客户端去访问的时候 客户端的IP 可能都会去变 OK 所以说我们在 去对一个用户 进行授权的时候 不仅仅是 要控制我们 授予他哪些权限 我们这里是 Opera villages 是授予他全部权限 还要去控制 他这个权限 是赋予到 哪个层级上的 是数据库层级 还是全局层级 还是表层级 那么你是授予 哪个用户的 这个用户的密码 你也要写出来 然后后面还有 就是你允许 这个用户 从哪个园去访问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 登录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MySQL的服务里面 OK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有哪些用户 现在 select user form user OK 我们现在有一个 NashSue的用户 那么我们现在 NashSue的用户 是不能够登录的 我们使用NashSue 然后我们输入密码 那么可以看到 是不能登录的 那么这里我们密码 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里不能登录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 NashSue并没有这个权限 并没有连接权限 它只是一个新用户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grant all privileges grant all privileges 比如说我们就给它 全部权限 新点 新 to NashSue 下滑键 so at 比如说我们给个百分号 identified 我们的identified 应该是 先写没有问题的 tf and eb identified by 我的密码是 linux custom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使用 NashSue用户登录一次 这里应该是 at localhost 因为我们是登录 这个本机 OK 我们 重新去削一下 这里我们输入 localhost OK 我们再去使用 NashSue登录一下 那么大家就发现 可以登录了 这是因为我们给它 授予了一个权限 如果说你没有权限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这块 我们没有权限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这个拒绝的原因 access dient for user NashSue at localhost 那么因为我们是从本地去连的 那么我们刚才给它的是一个 这个百分号 这样子的形式 那么 我们是只能从远程去连接起来 OK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授予一个用户 一个权限 那么我们也可以针对一个数据库 或者一张表 授予这个权限 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我们新建的用户 那么都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让它进行一个远程连接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去授予权限的时候 都是 在去使用这个 MySQL数据库的时候 都是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然后为这个数据库 专门创建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Linicast的数据库 我们这个数据库已经删除了 我们创建一个数据库 叫做Linicast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装数据用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数据库 专门创建一个用户去进行管理 一般不建议直接用root用户 root用户当然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建议用root用户 那么因为root用户的权限比较大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用户 比如说还是用nets搜 那么我们给它赋予权限的时候 就可以去赋予一个 什么的 Linuxcast 点星 这样子 那么不赋予它全局权限 而是赋予它一个 针对一个数据库的权限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nets搜这个用户 再去使用这个 用户名和密码 去连接管理 这个Linuxcast的数据库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但是去修改别的 是不行了 它就没有这些权限了 所以说这样子 相比来说也比较安全一些 那么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使用root 但是不建议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那么通常情况下 是使用这个单独创建一个用户 然后把它赋予到这个数据库当中 去连接 那么并且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root用户默认 是不能够从远程登录到主题上的 登录到我们这个Linuxcast服务的 如果你想让root 能够从远程登录的话 你必须要赋予这个root 一个登录的权限 那么赋予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们这里还是改成轻点轻 因为root是管理员 所以说它的这个权限是最大的 我们要敲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赋予root一个什么呢 从任何 注意这里啊 这个2%就代表 从任何主题能够去远程 通过root用户连接到 我们这个Linuxcast服务上 否则的话 默认root是只能从本地连 不能从任何远程主题连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子一条命令 修改了这个root的默认权限 以后才能够允许root从远程连 但是这样子的话很危险 因为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攻击啊 那么如果说你打开了这个root的远程连接的这个权限 那么别人一旦破解了你这个密码 就可以去这个看到你所有的这个内容了 OK 所以说比较危险 不建议大家这样用 还是去设置一个单独的用户比较好 OK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为大家讲解的 MySQL的权限系统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连接进行控制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户名和主机名 那么去限制一个用户的连接 那么第二个就是限制这个用户在某个层级上的权限 那么这里的话是我们所有MySQL操作的一个基础前提 大家一定要了解MySQL全线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 OK 那么这里这节课给大家讲解的是权限的基础 那么更多更高级的权限控制 我们将在未来的专题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解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